大家好,我是張傑偉 很多家長會寫信來問我說 小孩子幾歲可以開始學小禮琴 那我在這邊 可以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下 我自己啦 我的學生 還有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是四歲開始學琴 那我基本上 我不太會去收四歲以下的小孩子 那我都會當面 見過之後再決定說 他是不是適合這個時候學 那要給小孩子學琴 我覺得 兩個 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說 你就是要 他喜歡音樂 想要讓音樂 成為他這一生當中 他一個多的可以認識的東西 跟隨他一生的東西 跟你以後是想要往音樂這個步 這條路走 我覺得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你是因為興趣 喜歡音樂 而踏進這個學習領域 我認為你 小孩子幾歲學都OK 可是我建議就是 因為小禮琴他的入門 比其他樂器稍微需要 更多的思考 跟耐心 我覺得 小孩子心智發展 4歲可以 已經算是很早了 6、7歲開始 學的 順利的 人是蠻多的 那 4、5歲就不一定了 那你如果是 興趣 你要幾歲開始學 我認為都是可以的 因為 你甚至是國中高中 要開始學 都不會是 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要往音樂這條路發展的話 那當然就是 必須要早一點 因為他有很多 紀錄上的條件 你早一點有在身上 甚至是你累積曲目的 速度 當然是越早 越好 但是 很多小禮精家 4、5歲開始有 6、7歲開始學的也有 那 8、9歲、90歲就應該已經算完了 因為如果他是 5、6歲 4、5歲學的還不錯 他其實有些人他在10歲左右 已經可以就是 演奏出很多很 很困難的曲子 所以 就是 大家把它想成就是 你是喜歡音樂 還是要往 這個 領域發展 那 這個年齡 就是 我是以我的 經驗 還有我所 周圍看到的 所認識的音樂家 或是所看到的 跟大家分享 好 那這個問題就回答到這裡 謝謝大家 有任何跟小禮相關問題 歡迎大家來信 詢問我 謝謝